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最新科技技术接轨的管道 备受APO秘书处和会员国的肯定 使得中华民国在亚洲生产力组织所扮演的角色 重要性与日俱增 祝望我国能成为亚洲国家中的重要经济体 和APO各会员国并肩走在科技与商业发展的尖端 亚洲生产力组织HR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创立于1961年 它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能透过生产力提升 促进亚太地区社会经济的永续发展 目前有20个会员国 中华民国是亚洲生产力组织创始会员国之一 APO ROC理事办公室同仁 接触许多不同社会与文化的人士 我们秉持卓越、热忱、专业 举办国际研讨会、联席会、训练班级、考察团等活动 同时也举办各项海外的合作交流 举防绿色生产力、工业4.0、智慧农业等相关主题 每一年均办理7到8项多国性计划 相次居惠文国之首 2019年在APO秘书处及我国政府部会支持下 中华民国办理APO第60届各国生产力机构主管工作会议 这是我国加入APO近60年来首度办理年度大会 意义非凡 本次会议十足展现我国能量 并且赢得APO秘书处与会员国代表同声赞赏 相信有助于未来我国与会员国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APO ROC理事办公室近年来积极推动 在我国成立绿色卓越中心及智慧制造卓越中心 2013年我国经APO委任成立了APO绿色卓越中心 APO绿色卓越中心它协助我国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运用功夫的资源和知识背景 串联起我国产官学研专家 共同建构绿色技术加值服务平台 透过绿色生产力需求研究与国际交流 绿根对技术服务合作等业务推动 提供目标会员国整体解决方案 来行销我国优良法令制度和技术经验 绿色卓越中心将我国优势产品 技术服务与设备输出到会员国 来衍生后续实时商机合作 2019年我国进APO委任 成立了智慧制造卓越中心 它整合了国内外智慧制造智库 相关设备及系统资源厂商 建构智慧制造设备及系统业务 发展整合服务平台 来连接我国政府资源 分享并开放CPC专业的服务经验 智慧制造体验道场 于2018年在CPC中区服务处正式启用 本道场设置的目的 其透过感测器、联网技术、MES系统等技术工具 协助企业整合ERP系统 发展CPS虚实整合应用系统 承袭过去20年来 在自动化、资讯化、合理化人才培育 以及企业辅导的基础 提供各国产观学界精英交流平台 共同占领亚太地区智慧制造的策略发展 还有推动实行方案 以智慧制造迎未来为主轴 智慧制造技术服务团 透过考察及座谈的方式 更深入地了解会员国的产业趋势和需求 与参与者交流智慧制造技术 并分享企业在推动智慧制造上的经验与案例 希望能够让参与者更了解智慧制造的趋势 以及应用工具 促进会员国当地企业与我国相关系统供应商 展开后续产业合作的机会 来APO ROC理事办公室 将持续培训我国业界专才 强化产业竞争力 并且成为APO会员国之间精管技术典范 以及创新知识的开路先锋 促进亚太区域联盟与伙伴关系